蛋价还会再涨吗 但农评估目前国内机制的产蛋量并未回稳 希望蛋价可以再调涨2到3元 以量制价 周六就会进行讨论 眼看国内缺蛋问题延烧 农委会已经专案进口500万颗蛋来救急 主委陈吉仲表示 原本只给加工用的进口蛋 经过洗选之后 部分会进到超市贩售 平价蛋每合65元 希望4月民众就不用再排队买鸡蛋 台北街头这长长人龙 都是在等买现在超强手的鸡蛋 台北农会10点开卖 有民众怕无功而返 一个多小时前就来排 8点50 一盒买了就回家了 就不用排队了 现在就要排队了 国产鸡蛋供不应求 只好靠进口支援 这个月农委会预计进口500万颗蛋 希望疏解蛋黄 而过往进口蛋都是加工用 这也是首次进入民生市场 诸位陈吉仲表示 进口蛋经过洗选后到超市贩售 平价蛋每合大约65元 就判民众4月后可不用再排队买鸡蛋了 根据农委会资料 国内蛋机目前大约3046万只 每天产量11.1万伤 尚未回稳 但农门希望可再进一步调涨蛋价 产地价从45.5元改为48.5元 批发价则从55元调为58元 微调2到3块钱 将在本周六开会讨论 量少价格标 政府已进口蛋先应急 期盼接下来天气暖和后 有力机之存活 提高鸡蛋产量 让这个画面 不再出现 这陈天应该是第 特别不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